工业是国家的重要基础之一 在中国成全球唯一拥有所有工业门类的国家后 美国爆出大问题 美国人表示浪费了一艘055 经过70年来的努力 中国现在的盛世真的能如先人所愿了 中国的经济能力、军事能力、科技能力等 都得到了全方位的加强 这其中一个原因就在于中国工业领域发展的完善 完善的工业体系有多重要 美国应该是最有切身体会的 近日美国媒体的报道就揭露了他们的窘境 工信部在前不久表示 尽管我们的努力 我国工业实现了历史性的跨越 毕竟成为第一制造大国 同时也是目前全球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当中 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 美国相比起来还要略逊一筹 而他们现在似乎正因此承受这苦果 据悉美媒在近日 以一枚用于核弹头现代化的5美元部件 将花费8亿5000万美元修理为题 对美军目前面临的窘境进行了分析 毕竟5美元的部件 美国却要花8亿5000万美元来解决 确实是一件非常夸张的问题 根据报道我们可以知道 在9月初的时候 美军两款核弹头的现代化进程被推演 而原因就出现在一个电容器上 美国国家核安全局国防计划副署长查尔斯·维登就表示 原本每个单位的更替只需5美元 但因为本身生产的问题 他们将在这种电容器的花费上出现额外的开支 维登表示 仅其中一个核弹头 就因为电容器的问题额外再花费大约120至1亿5000万美元 这也是为什么最终两款核弹头现代化的工程造价 高达8亿5000万美元的原因所在 这一切都是工业体系不足造成 分析表示 这个问题就凸显出了美国工业系统的问题所在 更令美国人郁闷的是 这样的问题不仅仅只出现在这一种武器上 空军的战机以及海军的战舰都多多少少受到工业体系不足的影响 对此不少美国人表示 我们正在为以前的愚蠢行为买单 如果我们不将工业外移 中国就不会成为唯一 我们也不会因为5美元的事情花了8亿5000万美元 在常规武装力量因为经费不足不能好好维护的时候 8.5亿美元 这相当于一艘中国的零我武艰 而我们却浪费了 军队现在还有钱来实现现代化吗 看看中国海军 我们应该感到羞愧